本來這張圖是放有人在吐 不過感覺很奇怪 因為本來這張圖是因為有在那個盟點去參加亞洲常益節 然後因為那個新加坡的地標就是那個會吐水 那一隻魚味石 然後是本來放一個有人在吐的畫面 好 反正呢去新加坡就會看到非常非常非常多的印度人 因為剛好住在小印度區 然後還有很神秘的食物 這台灣也有啊 對不過 不過這個是血格 然後 血格的話在日本的話是做成很大 然後做成沃壽司那樣 然後在東南亞就是水煮 有很強烈的鐵的味道 然後我們來叫他 然後長得像馬鈴煮的水果 然後他裡面吃起來像柚子 好 接下來進入正題 OK好 那個 這個其實這個領域比較像是 大家會比較少接觸的是因為他們主要是 他的原生本身是跟廣告界比較有關 然後後來廣告界慢慢發現到其實 他們沒辦法再用傳統的廣告去做一些宣傳 慢慢的轉型成各式各樣的媒體或媒體都會 去 都可以用 取個例子 比較可能有一些人會有印象的例子就是 那個 Samsung他們之前有做一個廣告是 一台巨型的那個大貨車 然後大貨車後面有個螢幕 然後那個螢幕可以拍得到大貨車自己前面有沒有車 所以你要超車的時候 你可以很放心的就是 看著那個大貨車螢幕 知道大貨車前面 沒有什麼車子 所以我會放線超車 那個是 這一類的 活動他去做的 然後 所以他們其實接受 商業或者是NGO 或者是各式各樣的群體去 加入 也算是參加競賽 所以說像一些 像這個Pepper也有去 然後還有 還有 很多 很好的品種 然後 Instagram也有在裡面 那 當然 它裡面也有一些很有趣的一些設計 然後其實在裡面 除了說參賽以外 其實可以看得到一些 我覺得可以參考的東西 像 The Thunder Stage 這個比較像是說 如果我們的場地 沒有那麼大的時候 實際上除了像我們這種 用擴音器的以外 也可以使用 就是 這種 那個 用R minor的方法 去 去辦一些 就是 在角落的活動 那這樣的話 其實是可以非常有效的使用 一些活動戰略 那 另外呢 它其實裡面有很多 很有趣的專案 例如說像這個 呃 如果你把這個 東西呢 如果你釣很小的魚 你把魚放上去 然後把它拉遠一點 然後你的魚就會看起來比較大 就是 那邊有一隻手 然後因為你的魚太小 然後你就把魚 放在那個手上面 然後伸到鏡頭前面 那個魚就會變大 這是一個非常奇怪的專案 然後 然後 這個是 那個 旅遊的 一個視覺話就是說 如果你週末去的話 人就是很多 但是如果你週間去的話 這個擦探都是屬於 然後下面這個我覺得 真的是超厲害 就是 因為大家都滑手機嘛 啊我之外 滑手機 可是人家媽媽其實不太爽 所以就屬於媽媽的 那個 Paper Hacker 只要媽媽 拿起這個 一咬下去以後 半小時內 該範圍內的APP 全部都不能動 那 這個媽媽就是讓家人乖乖吃飯 可是其實 我個人覺得還蠻恐怖的 然後 另外一個是 下面這個是比較屬於生態的 就是 它是利用那個造景的模式 去讓 菲律賓那一邊的河流 就是本來是汙染 很多汙染 但是因為如果 漂浮性植物 其實它有可能可以去 吸附一些藏東西 所以說 它不能利用拼字 或者說 各式各樣的方法 所以它 讓 這個河流 不只是說 當中一些分解 它甚至有話題性 然後另外一個 在日本的話 他們有一個農業主要是 如果你摸到這個蔬菜 它 他們就是 像每個人那樣 所以 你摸到蔬菜 蔬菜就會跟你講說 或者是說 你如果摸那個馬鈴薯 我就說 我是弟弟 我是妹妹 我是馬鈴薯 這是一個就是 而且 它講話 那個其實是當地的農民去露營的 所以它算是一個 算是一個比較 針對小農的一個專案 然後另外一個是 比較大的農業商 這個是那個 香蕉的農業商 他們做了一個 可穿戴式香蕉 那就是說 這個香蕉真的綁在那個 在東京的那個 那個 慢跑的活動 欸 東京馬拉松啊 然後就是 你穿上去之後 其實那個香蕉 它真的把那個香蕉 比這邊下面劃開 然後裡面就指入那個 LED的那個 那個顯示 所以它裡面可以 上面可以顯示你的心跳 可以顯示示時間 甚至可以顯示 你的Twitter帳號上面 有哪一些朋友 幫你推了什麼 或者自己說加油 什麼的 然後你跑完以後 你還真的可以拿來吃掉 然後 再來這個是比較特殊的 這是專門針對男性的 就是 因為它是成人網站 所以說 當你看完以後 它就會跟你講說 你要如果去檢查你的 蛋蛋癌 然後這個成效非常之好 因為 確實TA幾乎全部都是男性 然後還有就是 歷史頻道的 就是凝結畫面 讓你可以看得上很多歷史 那當然其實 參賽的盟點也 也沒有 也沒有那個 就是它也有 出現在整個會場裡面 讓大家去看到 後年使用 然後 下面其實還有 各式各樣的一些專案 好像就是照顧那些 就是 無家裡規的人 本來 白天是看板 晚上翻下來 就會變成床 然後這個是利用 當地人的習慣 因為他們會缺點 可是他們不會去吃點的藥 所以他們就把點 弄在他們的 額頭貼片那邊 所以它貼上去之後 皮膚就會吸收點 這樣的話可以 順利治療他們的疾病 然後這是捐款 就是你進捐運之後 你BB 可是你BB完之後呢 你可以看到這個東西 是可以捐給一些Homeless的人 那你順手 手伸過去 就可以感應 就可以做一個小額捐款 然後另外一個 這個根據移民比較有關係的是 Blockbook 它是利用 Facebook的一些朋友帳號去做連結 但其他人知道說 你有什麼樣的寫信 那當這類的寫信 有缺的時候 就可以利用Blockbook去做 推播 知道說哪一類的寫信 有缺人 那有這類寫信的 朋友是哪一些人 就可以去做精準的捐寫 不會說 因為太早捐寫 他是寫沒有用 所以基本上在這裡 我們看到的是 你要針對怎樣的提議 那就是 你的方法是怎麼樣 是商業是群眾 或者是老祖宗的方法 還是你變成新祖宗 或者是說呢 你要透過社會企業 透過公益 基本上在這一類的活動裡面 我看到的是 你可以嘗試去結合各式各樣不同的模式 它可以去做到你需要的目的 你需要的目的 像有一些是公益結合商業 那有一些是屬於 真的是公益去結合一些NGO 或者是政府 去推出他們所需要的 例如說像點片的那個 是屬於 NGO結合企業 再結合政府 去推播 那其實他們其實 並不需要拿出來賺錢 它是屬於就是說 利用這種 因應當地人生活模式 而去做這些疾病的治療 而且是利用非常少的資源 就可以做到 這類大量所謂點缺乏的一個 一個 效用 那其實這一類的活動 它在網路上都有各式各樣的案例 可以去分享 所以當你搜尋 例如說像 坎城雄一節 或者是亞洲雄一節 大家可以看到 各式各樣不同的專案 可以參考 不管是公務門 或者是 其他各位 其實都可以從這裡去 得到一些更多的idea 那台灣也會有相關的活動 可以提供大家參考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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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先確認一下 下一位余方來了嗎 在這邊 在這邊 所以你要幫他講嗎 沒有 我都不知道我一定好多忙 他要Skype 進去 好 那應該有一下 那 那個 感謝Oakman 然後我也說一下 其實大家就會發現 其實我們今天 很多分享啊 不一定全部都是直接跟開運專案有關 但是像 如果未來 未來的GMP影片 如果大家有出國去看到一些 新的見聞 其實都可以分享 我記得那時候 在某一次活動的時候 LI出國 玩回來 他有帶一些他的經驗回來 那 我自己就在想說 看一下畫面 把年頭演出來 好 好 看起來還有一些技術性的問題 所以 像這種出國回來 我就在想說 可能我之後可以推開那種 公務員都常常出去 有那種出國進修掛告之類 回來應該 也可以來 做一些小小的分享 那現在 講話 哈囉 大家好 我是雲昌 OK啦 聽得到嗎 聽得到 好聽得到 好聽得到 請給你的偷一片 還會鈍 謝謝 謝謝